10. 山頭日報 普團開拓新興市長山企者力海斯戰略擴大散貨外銷版圖 2015年7月18日要聞01鄭孟哲本部信 記者鄭孟哲作為一帶一路的關鍵節點 今年來我市支持企業積極開拓一帶一路完善國家市場 使散貨走出去的版圖不斷擴大 同時我市著力推進對外投資 一大批優秀企業不斷拓展海外業務 推動山頭外貿品牌進一步走遍全球 揚名世界在建設海上絲綢之路的熱潮下 山頭期委實業有限公司等幾家企業合作投資3000萬美元 大膽投資組織山科區域品牌走出去 普團開拓非洲市場的發展思路 並與我市旅居南非橋領投資建設的南非約賀內斯堡 星河城商貿中心合作 以星河城商貿中心為基地 建設廣東品牌聯盟展銷中心 帶動我市文具、化妝品、內衣及服裝 和斯花等企業 共同走出去普團開拓國際市場 這些山頭企業以南非為橋頭保 為山頭產品乃至廣貨進軍南非、 輻射非洲搭建走出去經濟戰略平台 實現從傳統的工業化模式向現代品牌化模式的轉型升級 無獨有偶、廣東新加樂電器有限公司 則在亞聯酋沙加油掌國投資450萬美元 建設山頭市、朝陽、內衣亞聯酋展示中心 通過開展有效的展示和銷售 為我市連H的浸籍內衣服裝廠商提供更直接 便值的國際貿易展示平台 讓山頭服裝再次閃耀國際舞台 與此同時,我是企業對外投資也不斷拓展 東方告業、華威、星輝等上市公司的境外企業 增資保持強勁勢頭 東方告業號大利亞東告資源有限公司 增資1500萬美元用於拓展海外業務 華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對華威香港文化發展 有限公司增資386.6萬美元用於增強企業在動漫影時 網絡文化、創意設計領域業務的開展 星輝互動分別增資480萬美元 1000萬美元用於雷星 香港、實業有限公司 星輝合成材料 香港、有限公司提升改公司在源材料 合成材料 石化材料貿易的實力 山頭東方潤賊賊股份有限公司 近期投資1569.8萬美元在澳大利亞 有限公司 進一步優化公司資產及業務結構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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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